好讲蔡英文这一次 终于比在陈柏惟的时候 有gots一点了 真的出面亲自领导 要面对四大公投 来就来啊 怕站等也不要玩政治了 不就是这样子吗 大家就来嘛 就来对决一下看看 当然对绿营来讲 他主要要操作的 已经不是说 真的去什么说明他们 为什么要执行这些政策 已经不是了 他们现在要操作的 其实就是一个蓝绿对决 因为这对他们最有利 那同样的 对蓝军这边来讲 或是对整个民间的团体来讲 你也没有闪躲的空间 因为执政党 他挟了这么庞大的资源 那就是大家正面对决 那我现在有人看到 我为什么只有我一个没戴口罩 因为今天下午 其实已经宣布了 只要有隔板 这段节目 大家没有互动的很平凡 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 有一些人还是要戴 比如说佑正就要戴 因为我们是怕被弄啦 对 那佑正是目标 我今天下午上 另外两个电视台都没有戴 那你们拿掉吧 可以拿掉可以拿真的真的 我带着啦 那可能是黑名单人物 我带着啦 你才黑名单咧 你现在是高明 他现在是最大 亮哥是最大的黑名单 你现在他是高明使者 你在那边黑名单 可以啊 你们来宾应该还好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 主持人还是带着好了 我们不要被外界做文章 你其实今天没有刮胡子吧 你是今天又没有刮胡子吧 我一直都没刮 不是只有今天啊 不是只有今天啊 但是呢 我必须讲 蔡英文 你要去用政府的资源 我们反对也没有用 因为你现在执政党 你就硬干 听说 加以臣把它算一算 他们今年光编宣传费用 相关就五百多亿 五百多亿啊 不得了 五百多亿 真是不得了 这应该是历来政府 有史以来宣传预算最高的一年 然后民进党自己 据说刚刚佑正也讲 还要出五千八百万 但是我老实说啦 他们不是有四大 一个是什么 办三百场说明会 然后呢 那个苏 苏贞昌 赖心得 蔡英文 全部都下乡亲自说明 老讲这两个 我觉得根本是骗人 当然 三百场说明会 我昨天就在那边就讲 你敢真的面对人群吗 你又不敢 你去的地方都是你的装脚 都是安排好的演员 去那有什么意义 所以重心根本不在这个地方 那反而是国民党 现在宣称要一千两百一十八场 说明会 老实讲抱歉 我也觉得你在嚎啸 他们好像是街头 街头开讲啦 就是站在街头讲话 讲给路人听那一种 我老实讲 五十一天 只剩五十一天 一千两百一十八场 你一天要二十四场 你怎么办 对一天要二十四场 他可能一天二十四个人 每个人在路边掌斥 你二十四个人 每个人拿一个肥皂箱 在路边掌斥 差不多这样 侯岸亭 朱凯翔 都可以一人办一场 你大概最多 你要连续五十一天 动员二十四个人 你要动员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是 其实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 也是不容易 是啊 他这一二一八怎么算出来的啊 因为他们要凑一二一八那个数字嘛 十二月十八号 还好我们只有十二个月 没有十九个月 我老实讲 我支持这种决心 但是我说真的 不要定一个过高的难度 有一个人最近才演给你看 那个人叫陈伯伟 他才十天苦行 走到第三天就败咖 所以不要自己搞自己 这样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然后凯道四十九天 静坐我也觉得不好 老实讲 其实亮哥还没有传给我之前 我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真的觉得 最近天气不好啊 第一个很冷啊 今天我十二月会蛮冷的 是 第二个我必须说 考虑到过去蓝军的动员方式 我已经建议政召新系 现场主加谋压了 我说真的 我四十九天真的有点在搞自己啊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 那可是罗志强提议的 罗志强自己可能可以坚持四十九天 我相信他有这个毅力 可是请注意一下贵党 平均年龄超过四十岁 想到最脆弱的问题 这个其实有点危险 这个真的 你们自己要仔细考虑清楚 但是有这个决心 我很钦佩 可是蔡英文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其实是空战跟陆战 空战就是他的1450大军一定会出来 他一定会铺天盖地 用各种方式去宣传 然后主轴就把他打成蓝绿对抗 抗中保台那个一定有拿出来 中共同路人一定要满天飞 待会有一个 有一个中共同路人就坐在我隔壁 他可以确实说话 他是新出炉的中共同路人 然后呢 另外陆战是什么 他在各地方一定会全力动员 因为这四大公投老实讲 对蓝绿来讲都非常重要 所以他一定会卯足全力去做 说真的 接下来这51天 我们会看到很多 奇奇怪怪卑鄙无耻的说法 比如说 蔡英文今天在他的中场会 接出了这四大理由 我真的看到我真的快笑死了 他说 反核式是民进党一直以来的主张 说地震带的风险 混乱拼装 对啊 台湾是在地震带没错 前两天我们才经历过一个南澳大地震 真的 真的是很厉害 吓死人了 那请问一下 南澳大地震很强吧 那时候我在台北 我长这么大 我印象中最强了一次 可是问题是 我们的核电厂 有传出任何事情吗 也没有啊 核电厂和耐震细数老实说啦 远比一般的朱家强得多啦 那假设会震到 让核电厂都受不了 第一个台湾那时候 大概会非常惨 第二个 日本911大地震 老实 不是 311大地震讲错 日本311大地震 那一次其实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东京电历公司 他为了他自己的资产 他不忍心先灌水进去啊 他拖延了时间才造成后来那么惨重的后果 他如果第一时间就决定把水灌进去 其实就没有后面那件事 他一开始舍不得 他舍不得 因为那个很贵 冠军就毁掉了 随便都几千亿 那是因为这样 可是你看即使经历过这么惨痛的教训 日本不是一样 人家现在八成以上主张要恢复核电 就这么简单 老共最近才在研给我们看 老共是全世界最拼命在建核电厂的国家 他们照样缺电 对 照样缺电 天然气老共比我买也有钱 你以为他不会买 他为什么不买 因为他知道 他的能源必须转型 他能源不转型就会完蛋 台湾也是一样 最近天然气涨价涨多凶 原油涨价涨多凶 台湾你知道按照蔡英文的政策结果 接下来 台湾到2025年 假设你真的硬要用非核家园的话 我们的火力发电绝对超过九成 可能会到九成五 九成五 那糟糕 那赶快把陈柏惟送回立法院 你没有别的东西 因为他当选可以停一天 我跟你讲 以后永远停不了了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的绿能到现在好的状况下 只有5.5% 只占5.5% 那其他你还有什么能源 水力台湾越来越没有 水库不是预设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发电 那台湾只剩什么 就剩火力发电了 那不是一定要到九成以上吗 那太阳能弱的跟没有用一样 而且一下山就没了 你晚上要不要用电 所以这根本是鬼扯 然后说他混乱拼装 核四到底哪里是混乱拼装啊 你们随便这样用这句话讲就可以了 你要把混乱拼装的证据拿出来 而且你是执政党你不会监督喔 你是有病吗 推卸自己的责任 然后再来呢 三阶的问题上 三阶可以减少空污 减少什么空污啊 天然气也是在烧啊 你以为天然气就没有污染 粒子分布啊 谁告诉你这个鬼扯的观念 他是说比火力少 比燃煤少 是比燃煤少 一样有啊 那核能比它更少 你为什么不用核能 那不是逻辑上完全不同吗 你到底在胡扯什么 而且三阶完了之后 三阶你拉拉过 他马上就要四阶 因为不然的话 你天然气根本不够用啊 就这么简单啊 而且 现在我们是用80%去计算喔 如果到2025年我们要90%的话 你没有四阶搞不好到五阶了 真的喔 有可能喔 不然的话你天然气怎么会够用 然后国际天然气一直涨 你电费不翻倍才奇怪 那这些蔡英文都不会告诉你 因为他在鬼扯 然后呢 美租更好笑 他们一直到现在到今天喔 还在讲说 台湾如果要跟美国签FTA 如果要签CPTPP 萊豬一定要过 过完的话 这是交易 这是交换 你交你的头啦 美国有说要跟你签FTA吗 日本都已经直接告诉你 你要进CPTPP 几乎是没希望 何时先弄再说 而且美国又不在里面 是啊 美国根本不在CPTPP 对 那跟我们进美国萊豬有什么关系 那我想请教一下 中国不是在申请吗 新加坡热烈欢迎喔 马上就要审核了喔 那中国有吃萊豬吗 没有吧 没有勒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进 为什么你不能进 所以表示萊豬跟这件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跟你讲 美国爸爸认为萊豬 跟谈判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就是认为 你就应该要接受萊豬 你就是给我吞 这跟谈判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就这么简单 你就是要吃 美国人的看法是这样 而且我说真的很多人说萊豬可以交换什么利益 交换你的头 你知不知道我们买的武器的价钱 远比萊豬贵多了 他要赚你的钱他从武器就可以赚 他干嘛从萊豬赚 美国是认为说你全世界不应该 限设定一个挡住我的产品的东西而已 人家根本不是要跟你交换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嘛 这个还有什么好讲 然后最后公投绑大选 请问一下 公投绑大选是谁的主张 是民进党自己的主张 然后他说为什么现在公投绑大选要拆开 他说难道你要投票到12点吗 他说因为上一次投太久 而且还边投边开 哎呀很多人说很辛苦 没有啊边投边开也只有台北市而已 老实说 上次为什么搞成那么乱象 是因为你民党故意的 你故意把整个东西搞得很乱 当时那个主委 后来为什么要辞职你们忘记了吗 就是因为他跟我们说他都rehearsal好 结果根本没有 搞得一堆乱 对 整个动线不清 我跟你讲那是为什么 民进党是靠这一招 让柯文哲保住台北市场 你知道 如果那天动线得很清楚 早早就投完票的话 柯文哲市场就不保 哎呦 我老实讲就是这样子 那天你知道多少老人家 你要知道支持蓝俊大分的老人家比较多 很多老人家都撑不下去 对 没错 看到人排那么长 老人家你要在那边从下午 一直等三四个小时 他哪受得了 我跟你讲不要想老人家 连我自己都觉得我慢老了 我最近有时候半夜都要起来上厕所 哇糟糕 粗老症状 真的 睡不好 还有平尿 你要我在三四个小时 站在那边 你要我不去上厕所 我真的很难忍 可能要带给你有带 你怎么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这种事 我现在是变健康节目 人都会老 人都会老 这还好 我跟你讲 冰哥这还好 我跟你講叶元芝一年多前就开始 有事没事就要上厕所 大家应该记得 叶元芝才几岁啊 你不知道 我跟你講人都会老 没有什么好不认的 我本来就老了 五十几岁也该老 这个汉廷还在选举不能承认 那亮哥是保到未老 所以我就觉得 你现在看我才五十几岁的这样 那六七十岁的老人家 绝对受不了 半小时都受不了啦 跟你讲怎么可能啊 我跟你讲现在很多 因为我妈 我妈七十多岁嘛 现在很多那种 如果那种要坐车程 超过一个小时之外 没有地方上厕所 他们都不会去 老人家都会顾虑到这些 我也会嘛 就是这样子嘛 很麻烦嘛 所以 这个都是 民进党自己硬搞出来的 你只要动线规划 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些事情 而且老实说啦 2018那次是有点例外 因为民进党自己做的天怒人怨 才会有这么多公投 如果你政府好好做事情 哪来这么多公投啊 没错 不就这样子而已嘛 而且这次也才四个 上次搞了七八个 不是吗 就这么简单的事嘛 所以不要听他们在那边 鬼扯胡说八八 但是 很明显的 民进党现在也没导致跟你说理 他现在就是要用这种 仇恨的情绪 用这种谎言 故意引诱你上当 然后我们现在最大的弱势 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所有的媒体都掌握在他们手上 对啊 因为我们今天在那边讲的东西 来自80以上人听都没听过